英语150分你得0分 那六门全考满分600分 你照样上大学 明白吗 你得明白这个游戏的规则是什么 纯不会 数学语文都算 这题我不会 怎么办 语文有语文的办法 数学有数学办法 英语有英语的办法 过客有过客的办法 焦老师把考试比作游戏 先要弄懂游戏规则 知道了规则 那又要如何应对呢 考试真有不会的 就只能瞎懵吗 其实并不是 咱们听听焦老师是怎么说的 作文重中之重 作文占多少分 语文是55分 还有一篇小作文15分 英语是 我没记错的话 英语是45分 大作文是35分 小作文是10 两个光作文 750分里 作文占1 7分钟 重要 太重要 这东西 这东西就是 你可上可下的 你明白吗 就说我不像我数学 咱说我跟你说 我说我这题没答对 那就是没答对 这东西 它是可上可下的 你知道吗 再有一个 咱们孩子太时尚 这事 我和爸爸一件事 我和我爸 就我们那小 一年级小 我爸写什么事 我说 编一件事行吗 编一件事 把别的事拿过来 不秀 你得会变通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老说 高考不是考试 其实你要把它当成考试 谁也不愿考试 你愿意吗 你也不愿意 我也不愿考试 你把它当成游戏 一个游戏 游戏规则是什么 750分 高考里没有不及格 一说 你咱说了 你英语得零分 英语150分 你得零分 那六门全考满分 600分 你照样上大学 明白吗 这意思 就说 你得明白这个游戏的规则是什么 你着重经历的时候 你比如说 我的语文强 那我对 我就着重 再加强我的语文 还有两天 我就加强我的语文 好 数学我就这么着了 我加强不加强 我数学也是弱的 我不用加强了 我就把语文加强 我语文 我原来能得120 我这回征得130 我拉10分给数学 明白吗 这就是考试别 再考 你数学不好 再看看你的数学 他本身数学就不好 还有两天 你让他看 他能看成什么呀 把你最强的强项 发挥至极致 把你弱项 发挥 也发挥到你极致 就OK了 你倒不是现在 让他多备备饭门 兴许 语文 做文能多拿实 所以说 这小多家长就焦虑 考试 高考也好 期末考试也好 包括中考也好 各种考试 第一 让孩子放松心情 第二 你得教坏孩子会考试 现在孩子不会考试 真的不会考试 不是考试性学生 没有那种灵性 说是这题 我不会 我就不会 怎么办 我不会 我纯不会 数学语文都算 这题我不会 怎么办 语文有语文的办法 数学有数学办法 因为有用语的办法 够课够课的办法 那就看你的孩子 有没有灵性 首先说政治 政治对我提 我说不会吧 政治超市前面的选择题 物理 数学 还有化学 这化学 这就不会了 我知道什么公式 我就往上写 我把书往上带 反正不考福利吗 我写福利 来 考密度 好 我把问题公式 把这个数 别控制 万一写对一个公式 一分 英语 英语 我没关系 好多汉诚 我给你傻 前面有没有越多理解 大片的越多理解 你把句子摘出来 你不提款几个词 不就完了吗 人家说了 小龙今天下午去看 带小绿去吃饭 你换个名 不就完了吗 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 咱太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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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灵 有10%的孩子是机灵的 有20%的孩子 是死啃书本的 没问题 这些孩子能考察大学 但是将来进入社会 需要你 灵活应变能力的时候 没有人在考你 说今天上门 经理来了 你发上卷呢 不可能 是吧 所以说现在就 包括今天又是 已经高好 还有两天了 希望大家都能考好成绩 但是呢 我就想 各位家长 我还能说 来到什么能力 能力 能力 一定要培养 解决困难的能力 解决困难 什么是困难 怎么 在学习中 在学习中 解决困难 第二 在考试中 甚至于在遇到 解决困难的能力 他们太次了 他们现在 爸 明天 你20的还叫 你30的还叫我 是不是 我叫谁 这些就是能力 一定培养这些孩子的能力 反正 七七八八 说了就这么多吧 过两天 有时间呢 我已经讲讲 各位科应该怎么学 你要有感性 你呢 我会给大家说 教导说的 您都学会了吗 在此 祝各位考生 金榜提名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